刚被卡车撞到一世界 还没受到女神给的外挂 就当场吞安眠要再次自杀 来不及为四月饭已经完结的巅宫而哀悼 立马赶到战场的是七月份的巅宫 男主和妹子手拉手来到太宰治 当初投水自行的河边 打算今天的殉情 俩人还给手上缠上了红绳 结果没来得及三人一跳 就迎面使来一辆大卡车 直接把男主撞去了一世界 再次醒来之后 身处于一座教堂之中 男主还以为自己来到了死后的世界 结果突然冒出来一个神圣美少女 自我介绍是阴导者安妮特 原来男主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着各种极奇怪怪的魔物 而且被黑暗所笼罩着 于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光明 成为勇者吧 而男主不愧是作家 已经很容易的理解了安妮特的话 然后当场吞下半瓶暗眠要自杀 幸好安妮特会神圣魔法 赶紧给他解读把人救了回来 安妮特人都麻了 你可是要成为勇者拯救这个世界的呀 怎么说死就死 男主一边捡着地上的小药片 被往嘴里塞 一边发出冷笑 说什么被选中的人 我有拜托谁来选中我吗 安妮特还以为自己搞错了 赶紧问男主有没有遇见大卡车 那个是引导被选中之人 来此异世界的抽选卡车 好家伙 原来真的被卡车创下就能去异世界呀 不过被选中的人往往是不幸的人 所以卡车之神会把他们送到异世界 重新开始人生 男主被送到这里 正说明他的前世人生是不幸的呀 安妮特在那里喋喋不休的说着 没想到男主已经红温了 直接走过来面子不善的盯着他 把那辆卡车所赐 他人生之中最幸福的殉情时光 就这样被妨碍了 男主郁闷的点了之言 安妮特才不信 有人真的不想来异世界重开 当你也看到你的龙澳天面板就老实了 结果打开面板一看 不是零就是一 画面全红 还深重巨多 安妮特简直不敢相信 肯定会有什么别的什么的吧 应该会有什么某种特别强力的技能 或者突出的才能吧 结果仔细一看啥也没有 这么弱的转移者还是第一次见 而男主虚弱的咳了几声之后 只能转身离去 却被安妮特一把抓住 他推测男主 应该是出了什么差错 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既然没有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才能 那也就没有待在这个世界的资格 男主笑了一声 回握住安妮特的手表示 这正是我的人生啊 看来无论在哪一个世界 他都是会被打上失格者烙印的人 这话说的让安妮特越发愧疚 为了保护男主的安全 他坚持让男主暂时留在这里 男主一听去外面会死 走得更快了 那羞丝的背影深深刻在安妮特的眸中 这个人真的好不一样 安妮特想起来从前的自己 一直为这份引导冒险者的职业感到自豪 每次来新的冒险者都会热情的迎接他们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热情逐渐消退 干脆封闭内心变成了一个只会说套话的NTC 而现在男主唤醒了他的自我 他追着男主 至少让他先选个职业 男主哼笑一声 职业 我生来就是个作家呀 试问后向安妮特告别 等他走后 安妮特满脸羞红 确认男主就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的人 男主走出教堂后 没多久就看到一个路标 一边嚼着安眠药 一边想自己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突然脑子里有一个系统因 发现地标初见者大平原 获得五点经验值 男主本来就有片头痛 有个声音在脑子里说话就更痛了 而他也升到了冒险者二级 下一秒不远处的一棵树突然倒塌 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看到面前的一幕男主人都骂了 死亡鼠妖正在对着兽儿美少女 进行这样那样的play 一看到男主这个冒险者 美少女赶紧求救 结果鼠妖缠的缠得更紧了 鼠枝还试图往不妙的地方钻 男主的心中却只有一个念头 讲词的女性好美啊 不过既然美少女让他救一救 那他就救一救吧 男主努力伸出双臂 发现够不着后果断放弃 于是他自己也被树药给吊起来了 但自己的待遇就没美少女那么好了 一个捆绑play 一个窒息play 这么没用的冒险者 兽儿美少女是第一次看到 气得他破口大骂 看来今天没救了 因为死亡术要拥有吸收的技能 会夺走捕捉到东西的生命力 要不了几分钟他们就会去下一个世界了 在刚来的这个世界的男主一点都不惊讶 感受着身体渐渐无力 心中愈发兴奋 说完一句顾得败就垂下了头 紧接着毒素突然从树根触碰他的位置开始蔓延 很快蔓延到了树药全身 鼠之断裂两个人掉了下去 而树药也逐渐消散 原来男主的身体里有剧毒 树药吸收的生命力是带毒的 直接把自己给毒死了 男主因此获得经验升到了三级 喜捅音一响 男主开始脑磕痛 傲娇二娘也放弃矜持 称他男主还是挺心的 男主给自己点了根烟 对此只感觉到了遗憾 和往常一样 只有一心求死的他幸存了下来 至今为止他已经五次求死 可是一次都没成功 娇二娘都听傻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男主都救了他一命 所以答谢 他邀请男主来自己家 还问了他的名字 男主说大家都知道老师 娇二娘便拽住男主的手 而男主这时才发现手上的红绳 顿时恍然大悟 当初他和殉情的小琪是绑在一起的 难道小琪也来到这个世界了吗 男主突然就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 那就是在这个世界找到小琪 然后再次和他殉情 与此同时 安妮特正在向神气到男主能安然无恙 下一秒门就被推开 男主居然又折返了回来 安妮特激动地迎了上去 结果男主背后又冒出个兽儿娘 安妮特大受打击 听到男主有事问他 立刻整理一容 男主说要找一个叫小琪的女人 又是别的女人 安妮特再次破大方 他这里自然也没什么线索 男主就又跟着兽儿娘离开了 兽儿娘非常热情地邀请男主来自己家 还对他拉拉扯扯 没想到安妮特突然现身打开他的手 竟然在公开场合下握着男士的手 不知羞耻 兽儿娘一眼就看出来这家伙应该喜欢男主 安妮特当然不承认 随便扯了个理由 说作为圣职者有义务保护这位弱小的转异者 兽儿娘这时也才知道男主是转异者 怪不得这么强大 一击就打败了树腰 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一听了救命恩人这个词 安妮特又破防了 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脸人居然竟有了如此深的羁绊 浑身冒出了的怨念 已经快把兽儿娘淹没了 突然脸人听到了男主惊喜的东西 说他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然后就钻进棺材里睡觉了 晚安安妮特 晚安小玉 可兽儿娘并不叫小玉呀 说到这里 安妮特的parallage已经尽数体现了 毕竟男主可是完整叫了她的名字呀 来看异世界巅宫又整什么活了 男主连路都不跟自己走 钻进棺材 让两个美少女拉着自己前进 小玉气得吼了几声 里面无人应答 搞得她以为男主死了 安妮特让她放心 老师只是安详的睡着而已 男主确实挺安详的 只希望能在这个异世界找到小七 然后和她一起殉情 小玉和安妮特就这么拉着男主来到了王都 所有三人直接进城堡面见国王 还把棺材拉接上了 国王带着公主一起接见了他们 听说男主是展翼者 立刻邀请他们住下来 还说想听听旅行者的见闻 男主这一路都是在棺材里躺着 哪有什么见闻 就问国王想不想听一下睡棺材的感觉 安妮特赶紧站住了大圆场 称赞公主长得真漂亮 于是老国王就顺势提起了公主的婚事 他给公主选要两位驸马候选人 一位是勇猛的战士 另一位是引游诗人 可能是受到愤怒魔王的影响 最近魔王们的活动很频繁 所以国王想做这两人中 选出一位和公主结婚 然后继承王位 可是女儿一直很犹豫 不知道该嫁哪个 男主一边嗑安棉药一边吃瓜 听到国王想让他们帮忙做决定 直接回答就不知道 还说国王失格 连解释都不带解释的就转身离去 安妮特和小玉只能拼命向国王道歉 希望她不要计较 公主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却很心动 呵 真是个有趣的男人 到了晚上 男主一个人对于闯网约 吃那么多安眠药都睡不着 安妮特就趁机跟她搭话 想知道那个叫小琴的妹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结果下一秒 看到男主被窝里钻出一条尾巴 掀开被子一看 小玉就枕在男主大腿上 期待安妮特直接拿枕头 捂着这个偷心的猫 还骂她下流 可是猫猫天生就喜欢找温暖的地方 这是种族特性 小玉觉得这是安妮特在嫉妒她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没注意到男主一个人默默离开了 老实我要去攻略公主了 果然在庭院里 男主看到了独自一人的公主 上来就说了句月色真美 湖水很漂亮 让人不禁想投水自尽 公主大惊失色 问她有什么烦恼 男主就反问公主有什么烦恼 有点公主还在纠结选未婚夫的事情 按照现在的局势 她应该选择在士兵中很有威望的战士 她的父王也很仰仗内卫的力量 可是公主喜欢的却是青梅竹满的英语诗人 男主称赞公主是一位父亲着想的好姑娘 不像自己天天就想着殉情自杀 给父亲和家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不过人生该何去何从 不应该叫做其他人决定 一句话就扫清了公主心中的阴霾 她听从男主的建议 扪心自问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 国王还把男主他们三人叫了过来 一起听一听公主的决定 往往没想到公主谁都没选 直接握住男主的手 说要跟男主一起殉情 国王大惊失色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安妮特更是当场运了过去 公主对着男主解释 昨晚上她想了很久 虽然竹马子的情绪低落的时候 会与她弹琴唱歌 可她情绪不低落的时候 那家伙也会来唱歌 所以她只是想向别人展示她的新歌罢了 战士先生她也受不了 因为她感觉她身上有点味 反正公主就是不想结婚 所有人都没考虑她的心情 只有男主理解了她 所以她坚决和男主一起殉情 看着公主坚定的眼神 男主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 一旁的战士就迫不及地扔下头盔 露出真面目 她竟然是一个牛头人 这个牛头人原本想成为国王 控制这个国家并送给魔王大人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拆除了身份 其实公主压根没看出来 她只是单纯的觉得有股臭味 牛头人更加恼羞承诺 事已至此她也不想亡为了 只想把这些人全杀了 眼看现场一片混乱 小玉却怎么都叫不起安妮特 情节之下只能托着她跳开 而那些士兵根本不是牛头人的对手 小玉干脆自己冲上去 对着牛头人就是一气吸顶 一用士人也立刻掏出自己的竖琴 表示会为她歌唱 一个十四级 一个八十九级 冲到前线的居然是十四级的那个 而且一用士人唱歌没有任何buff 只是纯粹的展示新歌 现场只有男主一个人沉醉其中 而牛头人已经迅速向小玉顶了过来 小玉却瞬间攻起身体 最后一脚踢中牛头人的侧脸 牛头人身体一扭 两根大脚再次顶向小玉 却被小玉喵喵全抵挡 而这时 牛头人双目头人蹦射出红光 小玉一时不差挨了一击 而牛头人双脚用力蹬着地面 随时准备窜出来将小玉顶飞 这时男主开口了 反正牛头人都要杀的 那能不能先杀了她跟公主 公主一脸惊惊 不似哥们儿在说什么呀 男主还在那里振振有刺 从愚蠢的父亲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的公主大人 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 盼望的事情就是和她殉情 难道连这点小事都不能满足她吗 公主人都傻了 一句话都反驳不了 但是在听到牛头人说 自己不仅要杀了他们 接下来还要杀死国王 最后烧毁城镇 把这个国家的人民全部杀光 男主说无所谓 公主却起得浑身发抖 手还被男主紧紧握着 眼看牛头人要冲上来了 公主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了真心话 她不想死也不能死 她还要守护这个国家的人民呢 原来这才是公主真正的心愿 男主自然要满足她 手一推就将公主推了出去 说她作为自己的殉情对象 失格了 这样牛头人的目标就仅剩男主 好在千军依法之际 安妮特终于苏醒 在男主面前撑开护盾 牛头人脚都顶碎的也没顶开 趁着一机会 小玉紧跟着冲了上去 双肘撑开对着牛头人腹部就是一击 直接将她击飞出去 战斗高一段落 傲娇小玉和安妮特也和好了 你有世人再次跳出来 把他们的友谊化为师哥 而国王在向女儿道歉 后悔之前没有考虑她的感受 身为父亲她也是师哥的呀 公主自然会原谅父亲 但她也确实想跟父亲好聊一聊 这个国家的事情 看着父女俩人抱在一起的感动场景 男主有些欣慰 同时又遗憾自己又没死成 几天后公主本人直接上位 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女王陛下 而男主他们三人已经离开了王都 男主继续躺在棺材里 让两个美少女拉着自己前进 虽然她感慨 靠自己的双脚立于此时的女性很美 结果她自己的双脚跟摆设一样 就没见过这么爽的穿越者 拦到连路都不自己走 躺在棺材里 让两个美少女拉着 在安妮特和小玉停下来的时候 才掀开棺材盖问是不是要吃饭了 吃饭她只是汤豆腐 这荒山野领的从哪儿给她找汤豆腐 结果安妮特立马把寻找汤豆腐定为了目标 不过站在之前 他们要先去一下第二教堂 这个社会一共四个教堂 也是转移者抵达异社会的初始地点 接着从教堂以魔王成为目标开始旅行 但男主不想逃放魔王 只想寻找这些小妻 所以要去教堂搜集情报 哪怕灌往四个教堂几乎绕地球一圈了 小玉看起来 安妮特是真的喜欢男主 安妮特害羞解释 这是因为在她对工作感到绝望的时候 男主给予了她光明 所以她也想帮助老师 这时小玉问出了关键问题 如果那个小妻是老师的恋人该怎么办 安妮特立刻撞梦下去了 她就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才跟上来的呀 小玉就表示 在自己回到家乡之前 也会陪着他们一起的 接下来要去的是第二教堂里的引导者 是安妮特的好朋友 因为要和男主一起出来旅行 安妮特让史莫梅洛斯帮自己递交了辞城 结果话还没说完 梅洛斯就废出来可是狂啃男主的脑袋 接着又把安妮特的辞城给吐了出来 真是干啥啥不行的史莫 不过梅洛斯看起来很喜欢男主的样子 安妮特恨不得把这个小兵妇抓过来狠狠揍一顿 然而这时 她突然惊恐地叫了起来 还不过安妮特的左岸飞走了 下一秒 一头巨龙降落在两人面前 一记吐息几乎将人吹飞 紧急着 安妮特和小鱼身后突然出现一位少女 少女置身一头龙 并求龙与安抚了她 安妮特简直不敢置信 居然有人可以驯服这种地表最强猛兽 他们少女究竟是什么人 少女就反过来提醒他们 这附近有很多魔物 快离开吧 一直躺在棺材里的男主 看妮特他们还不走 掀开棺材板就坐了起来 两个人就跟少女解释 这是个有点奇怪的转移者 没想到 对方一听见是转移者 立马杀气毕露 同时掀开斗篷掳出真身 她居然也掌了龙脚和龙尾巴 还说要把转移者全部杀掉 然后抬手展开法阵攻击 安妮特立刻撑起屏障抵挡 终极波却越来越靠近 最终还有一身没能抵挡住 三人两边的地面 出现了两条巨大的轰沟 安妮特和小玉 站在男主面前拼死保护她 结果身体却被定住无法动弹 这时安妮特注意到了少女凶情的刻印 它是愤怒魔王的印记 坏了 居然碰上了魔王 更离谱的是 男主居然没受影响 站起来走到少女面前 表示她的对手是自己这个转移者 跟她两人无关 反正她随时都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少女便毫不客气地一掌贯穿她的胸口 男主当场跪在地上倒了下去 胸口血流如注 少女没再继续攻击安妮特和小玉 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后转身就走 她叫欧德利亚 安妮特和小玉看到男主倒下 一下子也撑不住了 结果男主居然没死 还捂着伤口站了起来 开始嘴炮救赎这位 内心被仇恨充斥着的少女 男主表示 自己也曾经被强烈的憎恨 弄得失去的理智 想必 欧德利亚也是这样吧 一边说 一边用沾满纤细的手抚摸她的脸颊 说她有一双非常悲伤的眼睛 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告诉她 欧德利亚被整破防了 骑着龙就跑 感觉这男的也太可怕了 而男主他们三人全都倒在了地上 天还下起了大雨 好在还有个靠谱始魔 把他们三人送到了第二教堂的门口 依莎一开门 看到了自己的好朋友 安妮特就让她先救男主 经历一整晚的抢救 总统把男主救了回来 结果这人第二天 就跑去买毒药一饮而尽 因为恢复的太好了 感觉而不舒服 喝毒药爽一下 依莎简直无语 一问安妮特 为什么再和转移者一起旅行 看来这位阴导者很讨厌转移者 觉得转移者里没有一个正经的 他们把为了讨伐魔王而授予的神手之力 成为作弊技能 这为了一几私用而使用 简直就是一群人渣 正说着人渣Rapper就来了 为了勾搭妹子 特意展示了自己的作弊技能 通货无限增值 简而言之就是变出无数金币 依莎抓起金币就砸在脸上 告诉安妮特 看到了没 转移者都是这种人 安妮特却说 男主跟他们都不一样 说男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正说着男主跑过来说有想买的药 安妮特当场给他变出金币让他去用 依莎简直不忍指使 有听说男主连外挂能力都没有 即便如此 还是在与愤怒魔王的战斗中挺身而出 保护了安妮特和小玉 听了这些 依莎不甘置信 因为愤怒魔王在七天前 已经被另一个转移者消灭了 没错 他们遇到那位名叫欧德利亚的少女 其实是愤怒魔王的女儿 所以才会对转移者充满仇恨 安妮特回去把这事告诉了小玉 还顺便跟依莎打尽了小七的事情 但好友也没听说这个转移者 好在现在魔王已经被解决 他们大陆终于迎来了和平 小玉也开心的欢呼 就很快意识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他们遇到那个女孩是谁 另一个男主出现的日子就是七天前 魔王明明已经被讨伐 那他是为什么而被转移到这里呢 两个人还没讨论出结果 那边正在写小说的男主就突然发颠 把写的小说全给撕了 还让两个妹子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 终其一生躲在撕毁写坏稿纸的男人 宰字长眠 他刚刚写的是在这个世界的邮寄 可是怎么写的闻丝枯竭 直接绝望了 安妮特已经很兴奋 好奇男主是如何写与她的相遇的 结果男主说他啥都没写 只有欧德利亚相遇的事情 才能激发他的灵感 安妮特也不跟他计较 第一可以去城里歇口气 还能顺便采过点东西 而安妮特给男主买的 就是这一套白银铠甲 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老被人袭击了 就是穿上去以后 男主根本动不了 被两个美少女强制进行了放置破裂 伊莎逛街的时候刚好看到她 男主坦诚 自己也正在寻找新的刺激 伊莎听不懂也不想懂 刚好趁这个机会 告诉男主 安妮特今后就归他管了 因为安妮特一直都很单纯 经常清醒别人 如果和那些坏蛋转眼者在一起 安妮特绝对会变得不幸 我想要去这里 身为朋友的伊莎怎么能坐视不理 所以她请求男主解除了安妮特的队伍 然而男主选择微笑 毕竟安妮特想做什么 应该要她自己来决定 还轮不到所有的朋友来插嘴 更何况伊莎凭什么读定 安妮特会变得不幸呢 伊莎表示自然是因为他们这些转移者 刚说完 一个黄毛转移者就带人去了中央广场 之前的人渣Rapper 正在对土著讲述这位转移者的功绩 黄毛告诉大家 愤怒魔王在几天前 已经被另一个转移者讨伐 这个世界已经迎来了和平 台下立刻爆发了强烈的欢呼声 结果下一秒黄毛又宣布 因为是他们转移者讨伐的魔王 所以接下来这个世界就给转移者统治了 大勇者时代马上开启 而这个城市就由这位林姆先生掌控 图书们又立刻担忧了起来 这时人渣Rapper看到了人群中的安妮特和小玉 告诉林姆 这两个人曾经欺负过他 林姆下来摸着安妮特的脑袋 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然后下令做个好孩子吧 这个黄毛俑指的挂也太逆天了吧 可以无条件让人绝对服从 而且越是纯洁的家伙 就越容易堕落 所以纯洁的女神安妮特 当场就对林姆俯首称臣 小玉气的揪住 说上个手的领子 让他赶紧解除 结果自己也被林姆给摸了 和安妮特一起沦为了奴隶 这时一刹从人群中走出来 义正严谨的宣布 这座城市是不会像他这种家伙屈服的 居民们也都纷纷响应 然而林姆却露出了一个轮廓的笑容 既然如此 那我就把他给毁了 然后让自己的奴隶和收复的魔物们 在城中肆虐 对着普通居民喊打喊杀 小玉更是其中的一员猛将 直接对着被放置的男主疯狂抓闹 而男主甚至乐在其中 终于小玉一拳将盔甲打碎 但他自己也被震晕了过去 男主就把他放进了一旁的桶里 并在上面贴心写上了猛猫注意 下一秒一刹被打飞过来 让男主好好看一看 这就是转移植的天性 不仅为了私欲而使用天赐 最终还无法控制欲望 从而暴走 明明林姆那家伙刚来到一世界的时候 还是个胆小又老实的少年 男主一听 灵感来了 他决定亲自去见一见 这位能刺激自己灵感的人 而且还有一种能写出节奏的预感 依莎不放心他一个人过去 就跟着去了 林姆现在就在这座圣殿里 猫然进去肯定会被魔兽咬死 男主就从袖子里掏出了一瓶毒药 依莎还以为他要用这瓶毒药 把敌人全部毒死 结果他把毒药哗啦啦到自己嘴里了 然后直接开了门 林姆和他的小弟已经等候多时 男主一上来就说 想写一部以林姆为原型的小说 林姆自信一笑 是不是要写 勇者林姆在异世界无双的英雄谈 却被男主否认 他要写的实际是得到多余力量的人 沉溺于欲望而堕落的故事 林姆觉得他在嘲讽自己 一颗放狗咬他们 一群魔兽异用而上 男主还在忙着写小说 林姆只能挡在他身前 却还是被一头魔术咬住了法杖 双方僵持之势 林姆又将攻击瞄准了男主 男主还是一点都不慌 没想到这次是梅洛斯帮他弹飞了攻击 那些火蛋直冲林姆和说唱歌手而去 可惜没把两人烧死 还气得林姆又放出了一头白色的巨狼 男主就任由巨狼咬住自己的肩膀 他体内的毒素也蔓延到了巨狼的身上 秒杀他登场秒杀 依莎一边感慨一边帮男主治愈伤口 而说唱歌手见识不妙 立刻抛弃林姆逃跑了 这下林姆该无计可施了吧 不 他把安妮特叫了出来 直接给安妮特下令杀了那两人 安妮特就真的举起匕首冲了上来 依莎不想跟安妮特战斗 就拉着男主要撤退 可男主却主动走上前 表示安妮特并不是那种弱女子 就这样走到了安妮特的匕首前 告诉她 你应该不是龙中鸟 对吧 安妮特 这是鲜血低落 受伤的却不是男主的喉咙 而是安妮特自己的手 她凭借自己的意志 克服了天赐技能 转过身将匕首对准了林姆 脑海中闪现的是 自己第一次见到男主的场景 那时的她就像一只龙中鸟 是男主打开门让她看见了光 安妮特将匕首狠狠刺入了自己的大腿 刚倒下去就被男主扶住 再睁开眼睛就已经恢复神志了 伊莎赶紧过来帮忙治疗 也终于知道安妮特 为什么对男主的评价那么高了 而此时的林姆惊慌无比 她的作弊技能居然失效了 于是她癫狂地捡起地上的匕首 却不是刺杀男主 而是捅向了自己 更没想到千钧一发之际 居然是男主握住刀刃阻止了他 因为自己还在为他撰写小说呢 主角怎么能提前谢幕呢 男主居高临下地 让林姆讲出自己的故事 原来林姆在前世宝树小混混欺凌 在学校里就是那帮人的小宠物 无数次想要自杀 却始终没有勇气 甚至连将拳头对准别人的勇气都没有 就在那天晚上 她被大卡车送到了异世界 是一刹接待了她 一一上来就说 她是被选中拯救这个世界的人 还赐予了她外挂技能 让她去打败魔王 一开始林姆面对那些魔兽惊恐又怯懦 不过逐渐她开始适应了 对这份力量运用的愈发得心应手 在路上被人撞到不再唯唯诺诺 而是用力量反击 同时她的心境也大大改变 一个在原来世界万事不顺的人 突然被赋予力量成为勇者 怎么可能会去拯救一个陌生的世界呢 然而事实上 林姆连坏事都做不好 不管在哪里都只是个懦弱的小人物罢了 她在这里自我厌弃 男主却直呼斯巴拉西 已经写完了以林姆为原型的小说 一个希望以勇者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但因为内心软弱 没有成为英雄 甚至连恶棍也做不成的可悲的男人的故事 名字就叫勇者诗格 随着男主在纸上落下题目 奇异的现象发生了 那些纸张全部围着林姆飘了起来 男主觉得这并不能称作杰作 又将那些写了小说的纸全部撕碎燃烧 林姆的身下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法阵 那是召唤转移者的魔法阵 而且转移之力还在逆流而去 直接将林姆遣返了回去 一阵刺眼的光芒消散之后 只有法阵还留在原地 这时安妮特注意到男主的面板上 多了一个名为支笔的技能 一杀大为震惊 猜测这应该是只对转移者发动的特殊技能 所以这个男人是为了对抗转移者 才出现在这个世界的吗 而男主已经泪瘫了 好转免要去往嘴里送 对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 街上那些魔兽也都被解除了控制 小玉从棚里钻出来后立刻扎毛 到底是谁把他塞进棚里了啊 几天后 男主他们三人又将踏入新的旅途 伊莎还为男主打了副新棺材 继续由安妮特和小玉拉着走 不过在临走之前 伊莎还想单独跟安妮特聊一聊 提醒他 男主也许在今后的世界有着重要的职责 这段旅程必定残酷而危险 安妮特还以为他又要劝自己退队 但伊莎只是想告诉安妮特 好好支持他 你一定能行的 在安妮特和小玉拉着棺材准备出发之时 伊莎又忍不住问了男主一句 林木那家伙回到原来的世界 又要过上不幸的人生吗 男主便告诉他 在这个世界 勇者林木的故事已经结束 但他在原来世界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哦 今后能否成为杰作取决于他自己吧 而事实上 林木回到原本的世界后 也的确有在好好生活哦 林木回到原本的世界后 本文字幕回到原本的世界后